总部位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,这两年跟美西方处得相当融洽,2023年3月该法院因俄乌重突,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统缉令后,更是受到了美国的大力吹捧,白宫称法官们是国际秩序的捍卫者,是人类公平正义的维护者,然而在这段时间时,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却闯祸了,美国威胁要收拾这些法官。 5月初,以卢比奥·科尔滕为首的12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,联名致信给海牙国际刑事法院,信中赤果果的威胁道,如果你们胆敢对以色列采取任何行动,我们将以牙还牙,对相关人员进行制裁,你已收到我们的严正警告。 美国具体的制裁手段,一是美国将切断对法院的一切经济支持,二是禁止法院所有工作人员入境美国,三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,四是在美国法院起诉这些相关人员。 美国国会也在酝酿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法案,据美国据Axios新闻网报道,4月30日,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卡尔透露,美国参众两院,正在提交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制裁法案。 麦卡尔还说我们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,民主党这边也同样对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满,民主党籍众议员托雷斯和参议员费特曼表示,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起代不令,那么拜登将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。 也就是说在事关以色列的问题上,美国不惜对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变脸,议员们也不想掩饰自己正在为犹太集团服务。 在美国的高压下,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保持沉默,68岁的日本籍法官赤根质子成了最尴尬的人,他因为推动对普京的通缉令立下大功,在今年3月成为了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院长。 当时日本独卖新闻等媒体还为此庆祝了一番,称他是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位日本人,现在赤根质子一句话也不敢回应,本来针对内塔尼亚胡的通缉令,应当在5月8日前发出。 但由于受到了美国的威胁,通缉令被延后,接下来是否发出,很难确定。 然而如果此事再拖下去,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将变成一个笑话,权威也将荡然无存。 这位日本老大妈很惨,之前俄罗斯对他发出全球通缉令,现在美国又要对他进行制裁。 据美国NBC新闻台报道,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令名单的以色列高官共有三位,总理内塔尼亚胡,国防部长加兰特,以及一名指挥加沙地带军事行为的以军高级将领。 以色列实际无法阻止这份通缉令,但美国可以,问题是当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时,等于再是帮俄罗斯解套。 但美国政客们显然是顾不得这么多了,他们必须阻止通缉令发出,不管代价是什么,国际刑事法院为什么要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通缉令,因为有多个成员国以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,起诉了以色列。 南非女律师阿德拉从今年一月开始,就代表南非政府在海牙法庭上,控告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,他拿出了大量的证据,包括视频、照片、遇难儿童家属证词等等。 除了南非,尼加拉瓜政府也加入了起诉行列,而已军在加沙地带的罪行证据又是如此之充分。 因此在4月29日,国际刑事法院传出了将在一周之内发出通缉令的消息。 5月1日,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,我们将进入拉法,我们不在乎海牙国际法庭,因为该法庭是反犹太的,反犹太这顶帽子扣下来,美国就得干活了。 这是将西方政客的为善,双标本质彻底暴露,它变成了一个连环套,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裁定以色列领导人有罪,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就犯了反犹罪行。 而在西方口中,国际刑事法院是代表国际法的,美国法案却要高于国际法,当美国践踏国际法迫害法官时,那么美国也必然有罪。 这个可笑的连环套是法律悖论吗?并不是,其实这是政治悖论,因为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秩序,已被某些国家严重破坏。 所以说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不是政治工具是什么,赤根质子不是美国的政治奴仆是什么,他能当上院长,是因为配合了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,他被美国威胁,是因为他没有权利阻止针对内塔尼亚湖审判。 这就是美国人挂在嘴上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,顺我者正义使者,逆我者严厉制裁。 什么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?该法院成立于2002年7月1日,是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院,外界熟悉的南斯拉夫战争刑事法庭,卢旺达战争刑事法庭,都是临时性机构,案子一旦结束,法庭也随之解散。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通过的,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而成立的,联合国授权法院有资格审判四类罪行,战争罪、反人道罪、种族灭绝罪、侵略罪。 1998年7月在罗马投票时,联合国有120个成员国赞成,21票弃权,7票反对,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规约。 反对票当中有两个安理常任理事国,美国和中国。 美国跟中国虽然都是反对票,但本质不同,中国既然反对,也就拒绝加入。 美国却在2000年12月31日,克林顿把字给签了,因为他要立起人权卫士的排放。 然而到了2002年5月,由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,小布什又撕毁了上届政府签过字的罗马规约。 美国这不就是什么要当?什么要力吗? 虽然美国毁约,但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努力下,2002年7月,国际刑事法院还是在荷兰海牙成立了,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,每届任期九年,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。 法官以吴济明投票方式推举院长,院长每届三年,15名法官名额分配,与安理回席位分配一致,亚洲三名,非洲三名,拉美两名,西欧,北美,大洋洲五名,东欧两名。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规定,法官在审理案件时,不得带有政治色彩,说的有多么正义似的,中国早就看穿了它的本质,它怎么可能不带有政治色彩,中国不签字的原因,一是主权和人权的话语权,人权和主权哪个重要? 西方存在双标,美国第一次打伊拉克,说是保护科威特主权,打南斯拉夫,又说是为了人权,二是事关国家统一问题,这超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能力范围,如果台湾省走极端,我们武力统一,难道还有可能成了违法行为? 三是侵略罪,简直笑话,三是侵略罪如何认定,这本来就是安理会的权利,如果国际刑事法院也能裁决侵略罪,那要安理会做什么?四是反人道主义罪过于模糊,国际刑事法院把证据收集权利,交给了全球五花八门的沟组织,这明显是为干涉别国内政而预制,所以中国不会签署规约,你们开心就好, 俄罗斯是在2016年11月,才宣布退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,因为他发现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,他跟美国斗法时,手脚被困住了,也算是后知后觉,虽然中美俄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,但国际刑事法院还是有些作用的,全球124国缔约国,也算是一种国际力量,以色列虽然也拒绝签约,但它是实际上是个小国, 如果通缉令发出,那么只要内塔尼亚湖踏入这124个国家境内,就会有被逮捕的风险,尤其是欧洲去不了,反过来说,欧洲领导人也将无法访问以色列与罪犯会面,这对以色列将来的行动非常不利,这就是内塔尼亚湖害怕的原因,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国际刑事法院,而是在联合国,换句话说,就是联合国宪章到底还要不要遵守,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,不是表演了用微型碎纸机粉碎联合国宪章的闹剧吗? 这种事都干得出来,美国却还在安理会助纣为虐,那么威胁收拾国际刑事法院法官,又算得了什么? 在这说,国际刑事法院一年经费净一亿美元,金主爸爸是谁?是美国欧盟日本,但是美国公开威胁国际刑事法院,也说明了一件事,美国霸权在衰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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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